我們數位創作組的第三名 然後我們第三名來了一台很特別的樂器 它叫做敲出心之味 然後請問一下同學貴姓 徐同學 徐同學 好,那我要請我們徐同學來為我們介紹 就是這一台很特別的樂器 來看看這樂器到底要怎麼玩喔 好,那請同學來幫我們介紹 很特別的樣子 我是用就是看小朋友玩的那種小片 我就想說可我可以畫一種材質和形狀 因為原本不是都是長方形的情節 對,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看可不可以改成圓形 而且這樣對他們來講也更安全 對,而且木頭的材質比較可愛 我覺得造型也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想知道那個它的玩法是 就是 然後它 它是加入那個爵士鼓的想法 因為想讓 主要是想讓小朋友體驗那個節奏感 嗯嗯嗯 所以就是它總共有九個這樣 然後它可以隨意地敲幾個 不要來為我們演奏一段 它就是一個節奏而已 然後就是它會 因為這次的皮質就是很好喬 然後如果你喬到很順的話 你的可以增加小朋友的收眼協調 喔,是為小朋友設計的樂器 然後記安全 然後又可以增加他們的那個收眼協調能力的部分 欸,那我想要問那個 就是你本身是會打爵士嗎 因為剛剛那個節奏感非常好 小時候學會一點的打擊樂那種 呵呵 那你當初就是那個 是因為就是看到鐵琴而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對,因為小時候有學過過 學過琴所以對這個就是琴方面比較熟悉一點 就是小時候可不可以改變 嗯,我覺得很有趣的玩法 而且造型非常的可愛 然後那個我想要詢問就是你在創作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還是說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或者是想跟大家分享心得等等 嗯,像原本這邊是沒有收機開動 但是後來是想說他可能 就是如果沒有開動的話 木頭黏木頭他聲音會出來 喔喔喔喔 所以是到最後就想知道要看一個公開 才會 聲音真的傳達去樂化這樣 喔,所以他本來黏在一起的時候是 就是同一個聲音 就是不會有清脆的聲音這樣 要,就是至少要有空隙 那你嘗試了多少次那個 就是 就是光要做成一個組型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前面要想比較久 就是 要看到聲音發出來 所以你在前期作業就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想比較久一點 好的,非常感謝你的作品 我覺得很有趣的感覺 可以擺在那個 就是 某個那個樂器店 嗯啊 好,那我們跟鏡頭說掰掰囉 掰掰